因為台資光案遭羈押超過半年的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交保後 重回議會 身形變化 立刻成交點 一天要喝十瓶的可樂和湯的飲料 實在是太多就充分地落實了這個借糖 我本來穿是XL的那個都還穿不下 坦言衣服通通得全部重買 畢竟看看過去一百三十二公斤的陳崇文 就算挑了大尺碼衣服還是相當緊繃 對比現在真的有落差 短短半年多就瘦了四十公斤 至於深陷台資光弊案這件事 陳崇文也藉機再喊原 我也相信台灣的司法是有公理正義的 會還我一個清白 我發現你們很喜歡我的電子腳 不只主動提到腳上戴的電子腳樓 待在看守所大半年 重新站上質詢台 陳崇文也坦言有點脫節 處長好 我這個脫離社會太久 我不知道處長姓什麼 沒有關係我就稱你處長 就怕市府官員擔心被弊案牽連 陳崇文也先消毒 所有的不管是在質詢 或者是書面的所知上面 跟本期的司法案件有關的事情 本期都會避免 跟所有我們在場的政府官員 這個說明 請大家也不用擔心 對比去年底質詢台智光議題時的嗆辣模樣 陳崇文現在不只溫和許多 更只聚焦交通議題 畢竟遭起訴後 一審判決十二月二十七號就會出爐 現階段不只要跟台智光案件保持距離 如何重建形象不讓政治路中斷 恐怕也是受藥之重 蔡學員吳杰成 周凱文小組台北報導